美国作为最大的温室气体累积采放国 应当正视自身的历史责任 保持政策的连贯性 展现更大的雄心和行动 率先承担大幅减排义务 同时在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 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挑战的能力 口号代替不了行动 我们希望美方尽快出台有关2030年前 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半的具体实施方案和路线图 并确保美国未来的气候政策不再出现倒退和反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